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我看你的这个面相 有时候人说相由新生 有人说这个人应该为自己40岁之后的相貌负责任 当然我不说你 我们有40以后 我也快到了 你是要对20以后的相貌负责任 我觉得这一看就像是有文化的 是不是 她这种眼睛 她有些那种内涵 那智慧的东西的那种女性 跟读书有关 跟读书思考 所以你知道 她在电影里我觉得也探讨一个问题 我觉得你很感兴趣 就是说被定义 就是一个人 你到底你是什么 你看有人算一种命 就会有三种提问的方式 就比如说让你说出三种动物 这三种动物 一次是为了说什么 第一个是别人觉得你是什么 第二个是你自己觉得你是什么 第三个是天命所归 上帝知道事实上你是什么 所以我就觉得别人说 就是别人定义你 你看我给念一个别人的定义 也挺有意思 有时候能把一个人勾勒一下 但是你自己承认不承认 说杨采尼一代玉女掌门人 周慧敏的接班人 清澈文雅秀色可参 香港女演员及歌手 出生于台湾省台北市 父亲是上海人 母亲是台湾人 幼时成长于香港 中学就读于德望学校 15岁他前往美国念书 三年后回到香港发展演艺事业 然后从事演艺工作 六年后突然宣布隐退 与新加坡男友共同发展形象顾问事业 到最后事业与婚姻全部失败 又回来拍戏 OK 哇 里面很多东西都 网上都是啊 都不是事实 都不是事实 对对对 没错 那事实是什么 OK 首先先讲一个比较好玩的 玉女那个 我觉得因为刚出道的时候就藏头发嘛 而且因为我自己真的比较想像 所以大家就会给你一个 开头这样子的 玉女这样 但是我在念书的时候 其实我是运动员 我是玩标枪跟短羽毛球队的 怪我得 我们觉得他事有点 标枪 精悍的那种感觉 所以当时就 大家叫玉女的时候 我就会 我真的会看着周慧敏觉得 他才真的是很斯文 就是他是真的很斯文的 然后是大家看到他 真的很想保护他那种 所以我当时就是觉得 怎么会这个称号也在我身上 后来我就觉得 其实也无所谓 因为反正我 我还是会过着自己 就是自己真正的 那个性格走的路 所以我就没有太理这种称号了 所以马先生你知道吗 这就是说 有时候一个人啊 一辈子啊 你想别人的就说我 有时候曾经 这么多年 有时候我是拉皮条的 天下第一黄 然后你要是做一个 法制节目呢 又有人说我是包青天 但是哪个都不是你 可是你自己觉得 这个很好玩 你一直就在被别人 这样论定着 那这个 这就是今天的社会的一个特点嘛 尤其这种媒体这么发达 尤其这种媒体呢 他帮你库存 这个很可怕 就是这些资料 是他帮你库存的 对吧 过去没有库存 都是你记得脑子里 你对这个人什么印象 今天你对这个人不了解 没关系 你去搜索一下 这个人哒就跳出来了 你是个什么样的标签 这个标签都是别人帮你订的 对 这个库存是随时可以调出来的 很可怕 但是我又觉得很 其实这个也很正常 我觉得每一个人跟一个人碰面的时候 很容易就会有一个 先有一个印象 好像你刚刚讲说 你问就是问老师说 看到我的时候 看我的面相 会觉得我是一个怎么样的 我觉得每一个人很容易 就会先有一个 是 对 感觉先 然后如果有机会 有这个缘分再认识下去的 就会多了解一点 你觉得在你身上 你的这种感觉 常常是 就事后应验 常常是准的 还是常常是不准的 我觉得通常是对的 但是我不敢担保 再过了几年 我们再走在一起的时候 可能他有一些改变了 所以他还是直觉好 所以这就说到 他拍这个电影 圣诞玫瑰 圣诞玫瑰也是 感觉就是 这个女病人 坐在轮椅上的桂轮美 被这个张震 给性侵犯了 张震演的那个角色 被张震演的那个角色 要不然八卦 八卦新闻又有事干了 但是郭富城不干了 是吧 郭富城开始 研究真相去了 所以这也是一个 就是说 我们并 我们以为表面上的 那个真相 其实往往不是 真正的真相 是吧 所以说 我觉得我们可以 先看一下 这几个人的关系 放一段宣传短片 被遗弃和性侵犯 是两种最难磨灭的伤害 我只是要周温轩得到 你能证 因为感觉被告 将他的手指插入闭 谁问你是处女 是不是 他便宜没有 他被告最不证 你到底怎么的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 我听说这个桂伦美啊 为了演这个角色 就看了一个星期的 就是性侵犯的这种案例啊 就是说看了都崩溃了 就是失眠了最后 不止了 其实因为当时候 好像你刚刚问我 为什么会用了性侵这个题材 你刚才其实也有提到 因为我觉得性侵的题材 很奥妙 通常发生的时候 都是当事人跟受害者 然后之后呢 再出来他跟大家讲的时候 每个人都会讲不同的版本 有一点罗生门 然后坐在旁边 去听这个事情的人就会 因为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 每个人看到一个东西 看到一个人的时候 可能会勾起了 里面的不同的感觉 所以就会变成一个 我觉得很多人心里面就是 我觉得我们人很好玩 是我们有这个 好像相对的一个感觉在里面 就是有客观就会有主观 喜欢不喜欢 我有偏见 跟我有就是很客观的一个看法 我其实是想用这个题材来 可能跟观众一起探讨 这些人心的感觉 而且这个题材 马先生对这个有研究 业余的 业余的 业余性教授爱好者 专业的是李银河 李银河教授 是专专业的 我们是业余的 你说说业余之见 它是这样 就是它是实际上 它是人类的一个动物性的 一个体现 就是人类动物性 本身就是性侵 动物之间就是性侵 先是以强迫 尽可能让你妥协 这是它的动物性 但是不幸的是我们走入文明之路 就开始有社会性了 社会性对你这个行为是限制的 我们一般的情况下碰见的 无非就两种 一个是你的社会性和动物性 这两个冲突 在社会性中 无非就是两种 一个熟人和生人之间 就是这个女孩对熟人和生人之间 这里最难的就是熟人之间的性侵 单独的 所以基本上没有真相 就各说各的 如果是生人的 我们看到大部分的这个性侵案例 就包括现在印度炒得很热的这些 它都是生人之间 上去就弄 它完全是动物性的 现在我们碰到的最严重的社会问题 是熟人之间 这两个人是认识的 有的认识很长时间 有的是翻旧账的 就是我出来说的这个性侵 并不是干财的事 是好几年前的事 这个就比较麻烦 而且它有很多种这个关系 你像你这个电影里边 这个张震是医生 这个桂伦美是病人 我有时候就想 比如说心理医生 是不是会有他们的一个什么守则 还是法律 因为比如说如果一个女人 像美国那些女人 没事就去找心理医生 我经常觉得一个女人 她到最后是吧 就彻底交腔了 如果这个心理医生 想性侵她的话 这是很容易太容易 但是你如果这样做了 你是不是这个心理医生 要吊销执照呢 是会有这个问题吗 对 而且你刚刚在 你刚刚在举的那个例子 就是说真的是心理医生的话 因为会去找心理医生的人 她是意识到自己内心有一些 我不用毛病这个字 可能内心有一些不平衡 对 而她真的很需要 就是找到帮助的时候 如果发生事在心理医生上面 而有你刚刚讲的那个 那个现象发生的话 我相信那个伤痛是更惨的 比如说那天我们就 我就问这么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朋友圈子里 有一位女士就觉得 要找心理医生 后来我们就讲啊 假如说她找着找着 因为会形成依赖 你总去找 总去找 最后很多女病人呢 就离不开这个心理医生了 那么好 如果两个人相爱了 如果两个人结婚了 这个事情怎么该怎么说 它是犯法呢 还是不允许呢 还是可以呢 不 他这个是这样 就是说最后的一个 最后的一个关系 决定以前的关系 以前无论她有多不愿意 她最后是愿意的 前面那个就不存在了 这是肯定的 你这个法律不能追求 这个没法去追究 尤其这种事情 这种这个 关键她这个 你拍的这个故事啊 她有一个前置 是这个女孩是做论语 是吧 她是失去能力的人 她跟我们生活中 碰到的是比较少的 她是比较极端的 比如桑兰事件也是 她是比较极端的 让我想起桑兰 对吧 我们现在生活中大量的是 我是一个健全人 她跟她就不一样 所以她的性侵呢 从某种意义上讲 她在法律上是容易 就法律倾向于她的 就是说倾向于这个 女主角 就是她本身 她是一个 这个有残疾的人嘛 尤其是行动受爱的人 如果我们生活中 碰到的这些 就是很健全的人 她再去提这个性侵 就非常非常困难 就所谓的 我们现在在性侵和骚扰之间 还有一道界限 是何为骚扰 何为侵 侵犯 这个之间 我觉得社会 不是很容易解决的 嗯 味精用了一百年了 现在我们有了健康味精 太太乐 舒芝仙 以新鲜蔬菜提取 和味精用法一样 味道更鲜美了 健康味精 就是太太乐 舒芝仙 灾难或许会摧毁家园 湮灭生命 却不能阻断心 与心之间的血脉相连 粉酒集团 为灾区祈福 愿亚安平安 你作为一个女性 在你的成人过程中 我想性侵 你可能应该没受到过 骚扰肯定有 你会感受到过吗 会 但是我觉得 好像你刚刚讲的 也很有趣是 因为每一个人 对这条线的定义不一样 说真的 不管女生 公平来讲 我觉得不止女生 老实说 我觉得男生也一定 会有被女生 就是骚扰 那是这些年的事 那是这些年的事 以前没有 以前都是这样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 看过一些这类的案例 那是我在农村插队 有知青就是被性侵 她那个性侵以后 这个人 这个女孩 她那个案例很有意思 非常典型 这么厚 我看了几宿才看完 她看一百多个人 对特好看 那时候 你太理解我了 我那时候觉得 这比小说好看 所以很深的看过这些问题 这个女孩 首先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 这个女人是个很乱的女人 但是她多次报案 人家性侵她 对吧 她多次报案 人家强奸 那时候就讲强奸她 那么每次强奸以后 她都会有这个案例 案例呢 她要写的很详细去看 那么这里有什么呢 有完全不愿意的是她的 有半推半就的 就是你 她说她不愿意 那男的说她是愿意 是吧 另外一个呢 那男的认为前一次你愿意了 你这一次不愿意 她有这个事 法律可是说 你前面无论多愿意 这次我如果不愿意 如果成立 你还是性侵 对吧 只要你跟她 到目前为止 没有法律的婚姻关系 你都属于这种问题 这这种问题 在法庭上呢 那就看法官的那种感受 比如那男的说 我跟他都有个几十回来 我都记不住 有多少回来 怎么这次就变成强奸了呢 那么你在法庭上 怎么能成立这次的强奸 对 他还有的是玩强奸的 他是种游戏 对 那就更难 但是游戏玩到中间的 玩大发了 你知道吗 玩得有一方不乐意了 这个情况就更加复杂了 对 有时候这个 有这种情况 就是这个女孩呢 对这个上司 对上司是有企图的 所以他上司 对他的所有的过分 他都欣然接受 但是突然发现 这个企图呢 没有结果 然后他再有什么 他就不接受了 这时候他就会出来说 这时候就有问题 这个没法去 这个社会很难 对这个做出一个 终极公正的评判 所以我也觉得 所以为什么这种 这种性侵的案件 太多因素在里面了 当事人两个人的 心里的变化 好像你刚刚讲 不同层次变化 不同时候的变化 甚至于离开了 那个案发现场之后 回家跟人家聊天的时候 可能心里又有 不同的变化 是 是 然后甚至于 在打那个关系的时候 还是会有变化 对 对 对对对 有的时候两个人说呀 说呀说呀说呀 又说好了 说不定 而且周围 而且外界也有 很多不同的压力 首先我觉得 真正被人家 心轻的女生 敢开口说出来 是很勇敢的事情 对很难 很难 这个是很难 而且他后面的日子 除了说出来 真的把这个东西 因为本来他可能是 内心 我们在讲的这种 是真的被人家 心轻的事 我相信他们内心 先是个人的伤害 里面的伤害 往后的日子怎么走 OK好 决定要争取了 一个公益 所以不管是 什么原因都好 他绝对要争取 一个公益的时候 他真的站出来 要很勇敢 站出来之后 他还要再面对 是群众 社会上面的压力 这个我还想 跟你讨论一下 我觉得 胡适有一个说法 就当年在 五四运动的时候 很多中国的那种 真操的观念 女孩子被强奸了 就怎么着 没脸见人了 那么胡适 为了让大家 不要有这个束缚 他曾经演讲 他说强奸 在纯粹物理的意义上 肉体的意义上来说 等同于一个人 打了我的脸一拳 打了脸一拳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女孩子们不要觉得 这个是个什么事 可是我后来觉得 他说的对 就说 比如说咱作为男的 咱至少知道 你是打一拳 可你打我脸一拳 和你打我那一拳 感觉不一样 感觉 我就觉得你比如说 这个女性 她如果遭到性侵之后 她的这种负担 或者这种羞辱 有多少应该归罪于文化 就是比如说 如果我没这个文化 是不是 她会理解的更轻松一些 就是说 我就是被人揍了一顿 这就相当于说 我就被人打了一顿 别的没什么 动物界没有这个事 动物界撑死了就跑了 要不然我给你 你干 你干不了 动物是干不了 如果不去配合 不去 不去 不去逊从于 就是 雌性不逊从于雄性的话 你这个事情往往是做不成的 我们 我想强奸 还强奸不成 强奸不成 那难了 那难了 只有人呢 你怎么看我刚才说的这个 就女性的这种感受 的确 我明白好像动物 会有动物界的那种感觉 或者 他们之间的交配的 或者是这个 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人生 我们生出来就是 就是人 然后我们本来就是对一些东西有一些微妙的感觉 很真实的 所以可能好像尤其是女生 可能在这种情况之下 真的是那个建立在一个 女生比较要建立在有没有那个爱的感觉 你知道我也是 如果OK 如果没有这个大前提的 好 直接真的是被人家 所以为什么女生可能在一些情况之下 就说被人家性情 因为她得不到爱 或者没有爱的感觉 在那个状况之下 这个已经归类成她是被好像侵犯到了 她没有爱 她都可以说别人性情了 不是 我是说如果在那个状况之下 好像我举例 如果在一个状况之下 她有感觉到的那个伤痛是 没有觉得对方在那个行为上面 是有我所谓的爱 对 你的意思 比如说她的男朋友 在跟她好的时候 如果她的男朋友 没让她感觉到有爱 或者是这个关系里面 对 当然每一个女生可能都会不一样 但是我可能先用一个 我最直觉的跟你讲的话是 所以为什么那个女生会感觉 那个是一个可能暴力的行为 而不是一个对她有爱之间的两个人 之间的感觉 你知道我说的意思 就是理论上来说 我还听说 我觉得哪怕你就是夫妻 也有强奸这回事 就婚内强奸 就是那天晚上 老婆不乐意了 心情不好 对吧 但这事真的不好说 咱们去下广告 强奸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沉静于山水之间 相受三千年玉温泉文化 西安临统国家旅游休闲 渡江区 你看前一阵不是说有一个北京 有一女性 英明神武的 就是有个人说要强奸 到家门口 这女的实在看反抗不过去 就说到我们家去 领你到家 然后说你要戴套 然后发生完了之后 走女的去报案 当时大家都表扬这名女性 但是我也觉得 这个中间的心理过程 很惨的 我觉得 很惨的 你知道她可以做得出 不认识她 但是如果这样子 直接看一个人 会这样子做的话 第一她真的很勇敢 而且第二 她真的在当下是很镇定 你知道我也是 才可以做出那么 那么伤痛的一个方法 就是直接背她好 我不要占我便宜 甚至是配合 对 那你觉得事后 它会就是很长时间的 有一个阴影在那里吗 好像我刚刚你看到 那个片段里面 就是因为我拍这个片子之前 我做了真的很久的一些 就是research 资料手机 因为在戏里面 贵人美小美 我叫她小美了 她是下半生是残障的 对 这个也是一个 好像我们都会 不知道到底 他们对于性 这个事情 没感觉的吗 对 但是人本来就是 还是会有 对于性的一个 你知道欲望 对 那不代表 你下半生残障了之后 你这个思想 会怎么样转变 我们连这个 都跟那些残障的人 是聊过 对 而且连到底她残障了 她其实有感觉 还是没有感觉 原来都没有一定的 有可能有感觉 有可能 你知道她 我问他们 说你怎么样知道 自己有没有感觉 她很老实跟我讲 要到她发生 那个性行为 她才知道有没有感觉 之前她受伤了 她都不知道 自己有没有感觉 你懂那个意思 那就很神奇 但是她说 她的思想上面 是不会改变的 还是会对这个事情 是有有欲望 因为他们还是会谈恋爱 是 欲望是大脑的事情 但是你说的这个 性的感觉 或者说快感 有感觉 欲望来自于激素 不来自于大脑 大脑是被激素搞的 被荷尔蒙搞的 如果你把荷尔蒙去掉的话 她就 脑子也就不工作了 你的意思是 下半生本来就没什么用 都是脑子里的 是脑子里的 是她的分泌 所以 对 关键是残障和非残障之间 它完全的不同 你比如刚才就你举的那个例子 就说很镇静的 我屈服于你 我男人去报案 如果男的有一套说辞 这个强奸未必能成立 因为强奸的一个典型特征 是 他说是违背妇女意愿 是第一个 对吧 对 第二个 那个男的说 当时他是愿意的 我们俩姨也情 碰上了 对 就很麻烦 就很麻烦 就是我碰见过这样的事情 就有人 就是警察问妓女 你认得她吗 你就要这样 那妓女说 你没听说过邂逅吗 邂逅 邂逅相遇 对 他怎么就不可以有这个事呢 所以一句话 就把警察给问哑巴了 对啊 玩夜情呢 对啊 你管着吧 对吗 他不是玩 他说 他说的邂逅是可能变成真的 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段 文明启示录 人类说不清楚 非常蛮确实的 这个一件的 太突然了 而且你看好多学生